大家好,欢迎来到细极人说,这里是细极人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说杨幂,非常记得杨幂之前说过一句话叫做 极度的坦诚就是无坚不摧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样真诚又坚定的杨幂是什么样的命盘呢 首先来看杨幂自己的日主是极土 日主极土自己做下的日知是为土帮生 整个日助自己的力量就不是虚弱的 加上天干,丙火和丁火一并出现来顺身自己的日主极土 所以杨幂自己的命盘是属于力量比较扎实的 这也看出在性格上杨幂属于自我意识比较强内核很稳固的人 而且因为丙火正应得生,所以杨幂一生的贵人多 足够力量的贵人心来帮助自己 那么就会比别人得到更多贫不清云的机会 同时阅令上的有经得令本身就是一个适合走娱乐圈演艺圈的高财情格局 杨幂这种天干正应销审一并出现的格局呢 同时年之又有一颗扎实的正观心来不断的顺身自己的正应丙火 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杨幂自己是那种一心做事业的人 不太会理会别人怎么看自己,而是喜欢用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别人或者外在的评价以及外界的评价不太会作用和影响到他自己 并且因为命盘中带有销神夺食这个态势 其实杨幂的内心是有成熟和事故的那一面的 但他仍然愿意展露自己的少女心 也就是食伤的那一面 这也体现了杨幂其实是一个知事故而不是故的人 最好的成熟不就是什么都会,什么都可以 但内心却仍然保留自己的赤诚,对吗 跟着我们来看杨幂命盘当中姻缘和爱情的态势 因为正观性的位置在年之出现 并且命盘独一颗这样的显现 也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杨幂的感情观 这样的格局容易在爱情中一见钟情 但又不会完全执着于爱情 在感情关系中呢 杨幂是那种付出过就不留遗憾的人 不会强求别人和自己绑定在一起 并且不太会对恋人进行道德绑架 遵循的始终是那句话 合则来不合则散 加上这个正观性的位置严重不理想 与杨幂自己的日主是远离态势 几乎没有任何清和度可言 那么也能看出在婚恋这个部分上呢 不会十分的擅长 也不太会给伴侣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所以杨幂这样的命盘的伴侣 一般来说不太会得到来自于他们的情感滋养 加上这一类的命盘格局呢 自己更多的会把重心放在事业和工作上 精力和时间自然会被事业带走大部分 那么对于伴侣这一方面的关系能够给予的时间和精力就不会太多 同时杨幂本身属于那种靠不了男人 也不会去靠男人的格局 所有的东西都会自己去打拼 不会是那种一心只想去做阔太太的人哦 第三个部分我们来看看 杨幂就是那种天生适合搞事业的命盘 杨幂这种正硬化正观的黏住态势 尤其是正观又是命盘当中绝对的喜用 所以自然会从命盘上去影响杨幂 他的整个核心价值构成 那就是对于这一类格局的人而言 成功才是他们的唯一方向 当他们走到山顶那些路过的风景 见过的人以及经历过的事情 包括遭受过的非议 对于他们而言都会化作过眼云烟 不值得一提 所以杨幂这种身强 硬心强透 并且正观独一科出现 同时正观又是喜用的格局 很容易出成功人士 因为这一类格局的人 在事业道路上就是那种愿意攀登高峰的人 在追逐和奔向成功的道路上 他们会有多余的感情负担 或者是情绪干扰 自身的能量能够高度的集中 在做事业这件事情上 所以杨幂这样的命盘格局 也就是天生适合去搞事业的 并且从杨幂之前走的大运 到现在来看 就是属于事业运天生比较好的 同时事业运也比较强的命盘 从现实来看也的确如此 从新的时候出道然后结婚生子 跟着离婚再到现在事业上的一路高光 几乎没有在大众的事业里消失过 这在娱乐圈是相当不错的 杨幂这样的格局可以说是老天爷赏饭吃 所以不搞事业对于这样的命盘来说 就是走了弯路 而人生就是要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去做自己擅长的部分 因为每个人的精力和能量都是有限的 不要让那一部分我们不擅长的东西 消耗压制克制了我们自己 好了 今天这一期就是关于杨幂命盘的简单讲解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订阅点赞收藏喜极人的频道 我们下一次再见咯